台东的圣母医院在东河 太原 陈公 以及泰玛里等地都设有健康活力站 为地方上的长者提供了长期照护的服务 近年来更有大学生的共同参与 为活力站的长辈们注入了青年的力量 提供更多元有趣的活动 延缓长者的老化过程 让偏乡的长辈们能够过上更好的晚年生活 台东圣母医院在东河 太原 陈公 以及泰玛里等偏原地区都设有健康活力站 透过职能治疗和许多有趣多元的活动 让长者们可以达到延缓老化 失能还有失智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镜头带到泰玛里健康活力站 了解偏乡长者们在这里的生活 来站上的长者大部分都是邻近社区的 比如泰玛里乡 金峰乡的长辈 那他们的年纪大概都是55岁以上 有可能一半以上都是原住民 然后来这里站上的长者应该是有35位左右 那平时这里都一到五都有开站 然后我们这边的活动就是有一般的健康促进 然后社区复健 还有延缓失能 还有一些认知的照顾 不只有透过圣母医院的力量 从今年起还跟台东大学合作 让学生们可以走近片巷 为长者们提供服务 这边的服务除了我们照服员会自己带以外 我们还会连接圣母医院的专业进来 还有一些社区里面的 比如说可以像是那个美学馆 他们可以带一些手工艺的活动 每天执行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照服员 然后像失智的课程 就是由我们医院的知能治疗师 那还有延缓失能的部分 就是今年度我们跟东大有一些计划 所以都会由东大的学生来带领我们 生母医院在泰玛丽健康福利站里 让青年学子一起来参与关心长辈的照护问题 也让学生带着他们从事各项的活动 在学习和长者相处的同时 互动的过程中 也给了长辈有更多的活动机会 对接下来的老化过程能够带来帮助 在晚年的生活上 变得更有尊严与品质 记者安棋伦 泰玛里香报道